表情恐怕真是不是轻易能办到的 看看李安在这部电影中 他如何来办到这些事情 这些老虎明星怎么被人类所征服 最后他们表现的成果如何呢 当然你只有在电影院才能找到答案 从动物园长大的16岁印度少年 跟着家人搭船搬往加拿大 一场船难让他和父母永别 他只剩下一艘救生船 和一只孟加拉虎 要拍摄一部有老虎的电影 就是少年拍的奇幻漂流的最大难题 这位动物男主角 可是让李安伤透脑筋 他动作是我的设计 他就他也没有什么意见 怎么做他就是怎么样 老虎也没有大脾气 他就是发脾气 跟不发脾气 孟加拉虎是印度的原生品种 主要分布在孟加拉和印度 全世界只剩4000多只 已经濒临绝种 孟加拉虎的体型大约长2.7公尺 体重约220公斤 大多是黄底黑纹 白底黑纹的孟加拉白虎 则是遗传基因突变的品种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中 最吸睛的老虎主角 生动的表情是从拍摄 数百个小时的影片中 节选出来的 虽然片中只看得到一只老虎 但其实李安找来四只 孟加拉虎演员轮番上场 其中三只 竟然是来自法国 原来早在2004年 法国电影虎兄虎弟 就训练出这批 孟加拉虎电影明星 剧中超过30只老虎出演 而片中法国籍训兽师 大卫·肺佛瑞 正是这一回 少年拍的老虎演员训练师 2000年电影 《神鬼战士》中的这一幕 也是由大卫·肺佛瑞动作指导 动物就比较难 我们有四只老虎 有三只是法国来的 就是大概我上次 全球最好的训兽师 我跟他学了很多 关于老虎的行为举止 因此这回李安请来肺佛瑞 搞定剧中老虎的戏份 确保动物演员的神情 都能到位 唯一的一只公老虎是主角 他的表情最有气势张力 所有的特写镜头 都是由他来负责 当他累的时候 就由其他母老虎代替演出 难以拍摄的故事情节 则是先拍摄老虎神情 再由电脑动画 辅助老虎的动作 例如这一幕 光是老虎的毛发就有超过 15名动画师负责 奥斯卡特效奖大师 把孟加拉虎的动画替身 做得栩栩如生 而老虎和男主角 其实是分头拍摄 最后才将两个画面 后制合成 因为老虎 我能够拍到我就拍 就很高兴 拍不到我想说 将来还可以动画做 所以那个当场的压力 不是那么大 有了专业训授师 让老虎乖乖听话 做表情 还有顶尖团队 补足老虎的镜头细节 而另一位真人男主角 也让李安煞费魂心 从三千位前来 选角的男孩中 李安选中了他 从来没有演过戏的 苏拉吉 原本只是陪哥哥示茧 但他的诚恳气质 及独白石的神韵 让李安决定 这部片的主角 就是他了 不算是看中他 而且这个片子就靠他 他不晓得 这个片子就靠他 没有这个样子的人 没有这个天分 不要说我不敢拍 电影公司也不敢投资 而拍戏的压力 也曾让苏拉吉 潸然泪下 但在李安的雕琢下 今年也才十七岁的苏拉吉 生命从此改变 在拍电影之前 他没见过大海 甚至连游泳都不会 一部战销小说 一个男孩 与一只老虎的故事 让李安足足耗费了 三年半时间 完成他口中最难拍的电影 男主角的纯真自然 孟加拉虎的威武风采 透过李安的镜头 如今都成了 好莱坞的大明星